隨便吧 你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家事就無謂 免得說來說去 你待會有很多版本 我真的不喜歡在家裡被人這樣說 我媽媽沒有出席過婚 早兩天前她也跟我說了一個原因 其實最冤枉是她 我們做這一行被人說 其實都習慣 但問題是她就慘一點 傳聞說好像媽媽嫌棄她那件事 直接影響了 我就是傳 我真的想問傳的人為什麼你這麼厲害 我們都笑了 TVB藝人李永浩 上個月和台灣女友正式拉上天窗結婚 不過在婚禮上 正是看到爸爸李家庭 而媽媽詩明和媽生哥哥李永漢就見不到影響 因而惹來外界揣測 有傳詩明因為不滿媳婦和兒子同齡 認為她年紀大 屬於高齡產婦 所以一直都反對這段婚姻 不過豪仔堅決要迎娶女友過門 最終導致母子決裂 兄弟反眸 傳聞真是說得很誇張 這日豪仔和老婆鼎爺出席公開活動時 終於忍不住作出正面回應 她直斥做謠者離譜 顛倒是非黑白 強調傳聞根本就不熟實 她又強調不喜歡外界對家事說三道四 又說非常心痛太太無辜受牽連見報 豪仔再三強調 只要一家人自己知道發生什麼事就夠了 而鼎爺也力撐兒子 認為把口生在人家裡 人家喜歡怎麼說都可以